近日,据媒体报道,中东地区一场大战在凌晨突然打响,为了报复伊朗支持非法武装,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行为,以军不宣而战发动空袭,派出大批战机飞向邻国叙利亚的首都,随后地面传来了剧烈爆炸声,伊朗驻叙利亚的总部大楼被炸毁,损失非常惨重,对此伊朗表示将发起反击。 看来中东局势已经开始走向失控了,此前以色列为了打击非法武装的首领住所,汉然越近叙利亚,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市革中的军事和民宅发起了导弹攻击,而叙利亚紧急动用S-300进行导弹拦截,其中一部分导弹被叙利亚的防空力量击落,但是还是由导弹命中民宅,造成了杰哈德非法武装头目被导弹炸死,以及一部分叙利亚平民不同程度受伤,以色列越近轰炸并炸伤平民造成财产损失。 这对于叙利亚来说已经无异于侵略,而以色列的封空举动让本来就不平静的中东局势更加危险。 以色列的危险行动异于何为,以色列为何冒着造成巨大政治动荡的风险,迅速打击巴勒斯坦非法武装而进行的这一战术突袭? 非法武装让以色列对其恨之入骨。 以色列边境频频发生的火箭弹袭击,就是哈马斯和杰哈德等非法武装所为。 这一类型袭击的火箭弹,更是被冠名以哈马斯火箭弹。 这种由金属自来水管制造而来的火箭弹,仅以100美元的成本价格。 而以色列为了拦截这种武器的铁穹导弹,一发就得上万美元,更不用说一旦拦截失败,所造成的精神压力。 为了彻底消灭巴勒斯坦非法武装,以色列傲乱之下,便进行了这种先斩后奏的军事行动。 但是当以色列执行完打击行动后,就该面对一时爽的结果。 以色列外交部门又该和俄罗斯以及叙利亚甚至伊朗方面进行不间断的外交谈判和口水仗。 以色列的单方面行动,促成了伊朗同叙利亚以及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和平是短暂的,以续在经历短暂的交火后,又将恢复剑拔弩张的格局。 而叙利亚因此事同以色列敌对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 叙利亚也有理由和必要去支持杰哈德和哈马斯,去进行针对以色列的反击,来让以色列的傲慢付出代价。